大家好,这里是CZ教教程网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Mini LTP项目实战第17讲 在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下载文件以及断点续载的视线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与之相对应的上传文件以及断点续传的视线 那么首先我们来演示一下上传文件 用扣端工具连接到VS LTPD服务器 然后我们上传一个echoclient.c 这边先把它删除掉 上传一个echoclient.c文件 这就是上传过程 这上传过程我们发现跟下载过程 以及列表的传输过程是几乎是一样的 首先是向服务器端发送一个PSV命令 当然也可以是PORT命令 表示选择一种传输模式 那么服务器端收到PSV命令之后呢 给客户端227的应答 客户端呢发起了实际的上传命令 STOR后面跟上要上传的文件名echoclient.c 那么紧接着呢 服务器端收到STOR命令之后呢 给客户端一个150的应答表示可以开始发送数据了 那么客户端就不断的读取文件里面的内容 把它发送到服务器端通过数据套件字发送给服务器端 那么服务器端不断的接收 直到客户端断开了数据套件字 服务器端呢 接收为返回为零 那么就退出了循环 那么表示接收完毕 然后呢给客户端一个226的应答 transfer commit 这就是上传的过程 涉及到STOR命令 当然在STOR之前呢 是PORT或者PSV表示数据传输模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演示一下 断点的一个续传 断点续传我们 上传一个文件 STOR 然后呢把它断开掉 把它断开掉 再重新刷新一遍 这边全部清除吧 然后呢开始断点上传 断点续传 继续 把它中断掉 这里面可以看出来了 在进行断点续传的时候呢 首先发送一个REST命令 然后跟上了STOR命令 这一点呢 我们发现了跟 如果是断点续传的话 应该是REST跟STOR 这两个相对应起来 下载的话是 ITR STOR跟ITR相对应 那么断点 续载 涉及到这两个命令 相对应的 那么实际上呢 要实现 断点续传 还有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APP的方式来实现续传 但是呢我发现 这个LEAP FTP 客户端3.01呢 我没有发现在哪里 可以配置APP模式 所以说呢 我们使用另外一个客户端来测试 来测试这个APP的方式进行 APP的方式进行 续传 使用APP进行续传 这边呢 前提是 要打勾 还有一个站点支持续传 也要打勾 这是LEAP FTP 2.76版本 它支持这种APP的方式续传 也就是说它会发送APP命令 先把它先删掉 上床 然后把它断开 这个断开用这个 然后我们重新连接 重新连接 然后进入 清除对列 在这里 续传 那么我们发现呢 这次续传 它就发送APP命令 来进行续传 来进行续传 APP命令来进行续传 那么现在呢 我们分析好了 这是上床 这是断点续传 IEST加上STOR 这个是APP的方式来实现 断点续传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适配这几种情况 都STOR函数当中 先把这个呢 先放这边吧 还有一个APP的方式 APP的方式 那么这两个应该上床都是类似的 这两个上床既然都是类似的 那么我们可以分装一个函数出来 upload common函数出来 分装一个函数 upload common函数来进行上床 来进行上床 那么唯一的区别地方在于后面再多一个参数 这边的参数是 是否是APP模式 那么STOR它不是APP模式 我们填0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填1 就填1 就把它删掉吧 接下来呢 我们就提供这个upload common函数的实现 upload common函数 放在这边吧 是append 放在个列表 这个相对应的位置吧 就放这边 那么上传应该跟下载实现方式也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说我们将下载的代码呢 也拷贝一份 拷贝一份 就不必所有的都从头洗了 同样的 首先也是要创建数据连接 首先要创建数据连接通道 return 我们这个就 VIOID吧 这个返回值没什么作用 实际上这个返回值也没什么作用 没什么作用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声明为VIOID 首先呢 获取数据连接通道 数据连接通道 那么这里面可能是pot模式 也可能是psv模式 那么这个函数的实现 我们之前已经分成好了 这边就不管它了 不管它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保存一个断点 保存在offset边量当中 因为在收到STOR命令 或者APP命令之前呢 可能收到了IEST命令 IEST命令 那我们就将断点的保存 接下来我们要打开文件 要上传的文件是 这个文件 那么上传文件 我们打开模式 应该用创建的方式打开 因为这文件可能不存在 创建 并且呢 以写录的方式打开 only 并且还要给文件一个权限 那我们默认给它是666的权限 没有可执行的权限 那么实际创建的文件的权限 应该是666 与上umask取法 我们在这里面呢 还配了一个umask 实际的权限 应该还要受这个umask制约 打开文件 如果打开失败的话呢 给它一个提示 upload fail 应该有一个upload fail upload fail 这边的提示我们 可以把它提示成 code not createfile 不能够创建文件 创建文件失败 那么创建文件失败 我们就返回 如果成功的话 如果成功的话 那么上传文件 我们要给它一把什么锁呢 要给它加写的锁 而不是读的锁 因为我们希望 在上传文件的时候呢 不允许别人读这个文件 更不允许别人写这个文件 也就是不允许其他进程 读跟写 我们要施加一把 写的锁 那么也分装一下 lock file write函数 这个函数该如何分装呢 在系统工具模块当中 lock file write 我们也顺便分装一下 解锁函数吧 unlock file unlock file write 这个函数的功能 跟 lock file write 类似 跟它类似 唯一的差别在于 这里 锁的类型 有差别而已 锁的类型是 write write 那么既然这样 这两个代码 类似的 我们可以 把它抽取出来 放到一个函数当中 叫做lock internal lock internal 既然这些 类似的 我就把它放进来 那么这里调用的是 lock internal函数即可 指定锁的类型 锁的类型是 这个 读的锁 那我们将这个类型的传递进来 传递过来即可 好了 锁上 那么解锁 解锁函数实际上也跟这个类似的 我们也可以调用它 也可以调用它 只不过说把这个呢改成了解锁 改成解锁 改成解锁 我们这里呢 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问题 解锁的时候呢 我们最好不要让它阻塞 它失败就失败了 我们当前这个锁 如果我们获得 无法获取锁的话 那么它将阻塞 直到其他进程 释放了锁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一个 解锁呢 还不太一样 这边不应该调用 setlkw函数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这道代码还是考一下吧 因为不太一样 把它改为 把它改为 这个unlock 解锁 解锁是一次性的动作 不需要循环了 因为我们不希望它等待 如果无法解锁的话 直接返回 失败 这样子即可 如果无法解锁 直接返回 失败 那么通常是不可能发生这种状况的 那么这边要加一把写的锁 如果失败的话 我们也提示这个错误吧 cureate file 接下来呢 这个就不需要判断是否是普通文件了 不需要判定它是否是普通文件了 因为这是下载 而这是上传 这是上传文件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变化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的上传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STOR 普通的上传 还有一种是 IEST加STOR 还有一种是APP 这是一种断点续传方式 这也是一种断点续传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判定一下 这几种状况 几种状况 我们可以怎么判定呢 APP isAPP isappend为假 那么说明是这两种之一 如果isappend为假 那么肯定是这两种之一 那么这两种之一 我们还必须判定 offset 等一等零的话 等一等零的话 就说明是 STOR 这种模式 就是一个上传 就是一个上传 那么这种模式的话 这种模式 我们最好要将原来的文件呢 我们要把它清空掉 因为原来可能这个文件已经存在了 如果已经存在的话 我们最好要把文件内容呢 它的长度清零掉 这可以用一个函数叫做 F T-R-U-N-C-A-T F Troncate函数呢 将文件清零 长度清零即可 然后呢 文件定位到文件头的位置 这是一种情况 L-Safe 不是append的模式 也就是说是这两者之一 并且offset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这种模式 REST加STOP REST加STOP 那么既然是这种模式 那么我们就要将它偏移到offset位置 偏移到offset位置 就不要再将文件清零掉了 不要再将文件清零 因为这种是不是断点续传 这不是断点续传 它可能是覆盖文件 覆盖文件 否则的话 如果是append的模式 那么如果是append的模式 表示追加 既然是追加 那么我们就应当将文件的 文件的指针呢 偏移到末尾 这边呢 我们可seekend 偏移到文件的末尾 seekend 那么这些工作都做完了 就可以开始文件的传输了 当然这些偏移呢 可能会 如果出错的话 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些印打 这边就不管了吧 或者这边加一些吧 如果出错了 如果出错的话 我们都给这个印打 那么这边呢 那么紧接着要开始发送150信息 要开始发送150信息 这也是类似的 开始发送150信息 这也是类似的 发送150 发送完150以后呢 我们开始上传文件 上传文件 上传文件没有这种模式 这个我们先把它删除掉 把这段代码打开 上传文件 那么这次呢 我们数据呢 是从哪里接收的呢 接收数据 我们把它1024吧 接收数据是从数据套接字 接收返过来了 从数据套接字 接收数据 返回到buffer缓冲区当中 然后我们把它写入到文件当中 刚好是相反的一个过程 那么跳出循环之后呢 我们要关闭数据套接字 关闭数据套接字 还要关闭那个 还要关闭fd 还要关闭我们所打开的文件 我们先前呢 忘记了这一点 关闭文件 先求我们这个漏掉了 文件也要关闭 那么我们先前的那个地方呢 itr 写的不够严谨 它也需要关闭文件 在这里 这是APP模式 关闭文件 然后呢 给扣断一个印答 如果flag等于0 等于0 接收为0 表示呢 对方关闭了套接字 对方发送完的时候 关闭了套接字 返回为0 那么flag等于0 这种给扣断一个成功的印答 成功的印答 flag如果等于1 flag等于1的话 这表示呢 读取失败 读取网络失败 应该把这个改成2 这改成1 这个是写入到本地文件失败 fd 那么如果等于2的话呢 就表示 读取网络失败 fineer betstandnet 网络发送失败 那么就这样子吧 网络发送失败 反一下吧 reading from network string fineer writing to 把它改过来一下 writing to local file 如果等于1的话呢 如果等于1的话 那么写入到本地的文件当中失败了 那么这个代码呢 我们就写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编译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编译 我们发现 628行 628行有问题 这个应该是return return 另外呢 我们最好将这个文件呢 做成这个函数呢 做成静态的 因为这个函数呢 我们不对外使用 它仅仅只是在 当前模块当中有效 相当于对其他模块是隐藏的 我们可以用static来进行修饰 static来进行修饰 另外还有错误是302 protocol当中的302 302这个大小 大小的话 我们也需要那个 获取一下大小 我们刚才把那个删除掉了 获取文件状态 那个被我删除掉了 还是需要的 只不过说我们不需要判定 是否是普通文件而已 不需要判定是否是普通文件 但是呢 这个文件状态 还是需要获取的 在这里获取一下文件状态 获取到sbuffer当中 那么这里的stsize就有了 还有一个fd 327 readfd readdatafd 这个又搞错了 从数据套件字呢 获取数据 到缓冲区当中 然后再将它呢 写入到fd所对应的文件当中 现在的总算没有问题了 我们运行 我们先用这个leap ftb 2.76来进行测试 来进行测试 断点续床 然后把它断开掉 断开掉 然后呢 我们进一步上床 错了 我们应该连接到那个miniLTPD 刚才错了 应该连接到miniLTPD 我们的服务器 然后进行上床 看一下能否正常的上床吧 这是正常的上床 是否可以正常的上床呢 把它下载下来吧 看一下能否 这边执行 能够打开 说明能够正常的上床 因为我们上床上去 然后再下载回来 那么这个程序呢 这个文件仍然能够成功打开 说明可以正常的上床 那么我们再演示一下 能否断点续床 断点续床 把它断开 再上床 再上床 诶 这边的续床怎么会 这边的续床 这边的续床 有问题 跟他用这个 这边的续床有问题 因为我们站点支持续床 没有打勾 这个要打勾 然后呢 使用APP续床打勾 这两个都给我打勾 然后再试一下 先是正常的上床吧 Stop 正常的上床 没有问题 我们跟他也试过了 把它删掉吧 再试一下 断点续床 然后现在把它中断掉 再连接 刷新一下 那么当前只有30几兆 30几兆 进行一次断点续床 这里就有这个按钮了 APP使用的是APP模式来进行 断点续床 那么上床上去以后呢 这个文件是否是对的 我们不知道 再把它下载回来 看一下能不能执行 能不能执行 可以执行 就说明我们的上床没有问题 下载也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刚才演示的是 APP的方式来进行断点续床 那么我们也可以演示 不是APP的方式来进行断点续床 可以将这个使用APP续床的打勾去掉 再重新连接 现在呢 再上床 然后断开 断开之后呢 再连接 续床 那我们发现了这次续床 这次续床呢 它先发送了一个REST命令 然后再发送STOR命令 然后再发送STOR命令 那么到底有没有成功呢 我们再把它删除掉 然后再把它下载回来 再把它下载回来 再打开 没有问题 说明我们的两种断点续床方式呢 都没有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这个LIP LTP 3.01课端做测试 那么这边测试的时候呢 只能够测试IST加STOR这种续床方式 不能够测试APP的方式 要测试APP的方式 大家最好用LIP LTP 2.76这个课端来进行测试 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就发现了 不管是断点下载还是断点续床 实际上呢 实际上断点位置都是由客户端维护的 因为客户端会发送一个 首先会发送一个IEST命令 IEST命令表示断点的位置 然后呢服务集团收到IEST命令之后呢 才知道要从哪个点开始下载 下载 同样的如果是断点续床的话 服务集团才知道 从所上传的文件要写入到文件的哪一个点 哪个点 当然如果是APP模式的话 APP模式的话 实际上呢 客户端也要维护他当前的一个偏移量 偏移量 要跟服务集团的文件大小呢 相对应 相对应 也就是说客户端他在上传文件的时候呢 他肯定也是从文件的对应的一个位置开始上传文件 如果他从文件的头位置开始上传文件的话 把他添加到服务器上面的文件的屁股后面 那么肯定数据也会不对 那么这些呢对于服务集团来说他不用关心 他只需要执行去处理IST、STOR、APP 正确处理这些即可 这就是双方所约定的一些协议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就将文件的下载以及断点续载 文件的上传以及断点续传实现完了 那么这次课呢就上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听